哈喽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如果你去问身边学葡萄酒的酒鬼们 问他们哪个国家最难学最难懂 我跟你说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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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酒鬼会告诉给大家 这可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啊 我觉得我要是能活到99岁 对意大利产区学的还是一支半几 不仅呢是产区多 气候地理复杂 就是光他们意大利的本地品种 就有两千多种 这期呢我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在意大利非常有潜力的 大家必须了解的一个新兴产区 西西里岛 DOC产区 据透一下这里不仅有性价比 非常高的葡萄酒 而且贼好喝 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一起品尝两款 特别有代表性的西西里岛葡萄酒 来看一下西西里岛它的地理位置 它呢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 位于意大利的最南端 西西里岛总体的气候呢 是地中海气候 大家要知道啊 地中海气候 它在全球的分布比例非常的少 属于奢华气候 它冬季温暖湿润 夏季干燥少雨 非常适合葡萄的种植 在西西里呢 约种植有9.7万公顷的葡萄园 是整个意大利种植葡萄园最多的产区 大家可能对9.7万公顷 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9.7万公顷呢 就相当于三个新西兰 一个南非 一个德国 他们国家的种植面积 那这么大的种植面积啊 就导致一开始在西西里岛产区的葡萄 都是送到意大利的其他产区去做葡萄酒的 忽略了他们本地葡萄酒的潜力 但是呢 从21世纪开始 经过他们专业人员十几年的研究 开始重视他们本地品种的种植 才有了今天西西里岛产区的崛起 那这期呢 我就特地选了西西里岛产区 你必须知道的两个本地品种 一个白葡萄品种 格力洛 另一个红葡萄品种 Nero Davila 黑珍珠 要是你对西西里岛感兴趣的话 去选这两个品种去尝 绝对具有代表性和教育性 我们一起来试下这个白葡萄品种 格力洛 从颜色看呢 它是那种浅浅的柠檬黄 有一股很强的柠檬 还有小野菊花 带有一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 青芒果 离子 还有矿物之味 它的酒精度是很柔和 没有一点刺激的感觉 但是这个酸度我跟你说 真的是爱了 就我现在整个嘴巴都在流口水的感觉 接下来要试的是西西里岛的 红葡萄扛把子 黑珍珠 黑珍珠呢 在西西里岛的种植面积是排名第二 颜色上来说呢 它是那种生生的红宝石色 哇 一股那种多汁的李子 黑莓 就直接 打我脸上 带有一点点巧克力 还有紫罗兰的味道 哎 这个花香真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带有花香的葡萄酒 这个后面还带有一点那种像黑胡椒 还有八角的那种香料的结合 酸度呢 我觉得是在中等平衡了这个丹宁感 OK 看完这期视频 你就进阶了西西里岛产区的大师班了 对这个产区感兴趣的话 不妨去尝一下我刚刚讲的两个本地品种 如果你又想深入了解的产区的话 在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连一个在做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